很高兴美好的早晨 跟各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在三重神教会服侍 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平均的年龄大概21岁 拖拖我们的聚会的人数大概150个人 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教会 那我们有推动宣教 我本身是一个宣教师 然后我们教会也不断的推动一个宣教 我们去年呢 我们到了韩国 日本 菲律宾 还有柬埔寨 这四个国家做了短宣 89人次的参加 79人次参加 然后74个人参加到整个暑假的一个短宣的活动 那我今天有带了大概五分钟的一个柬埔寨的一个短宣的影片 我们先欣赏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这个影片之后 我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蟑螂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没想到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柬埔寨 这么可爱的地方 听说那里的特产是支付跟蟑螂 别紧张又刺激 但是就觉得去年刚才那边的小朋友就很高兴 所以也抱着一个非常兴奋忌期待又害怕的心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在清平站 由韩国宣教师所设立的一个教会 我们有拍访这间教会 这都是宣教师开的顺利的一个教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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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i know your music oh my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and sing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and sing there's another sunrise it's a brand new day so gonna make a little listen stump the worries away i gotta dance just a little bit keep my head up dlontforget to pp dlfeb b Trev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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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本書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短線的一個恩典 也希望大家支持就一百塊錢 一千塊錢不會找錢 我們沒有錢可以找那麼多的 所以你要心裡想好才拿出一千塊錢 不然還寫 我簡單的再介紹一下 剛去柬埔寨的宣教 我有一個朋友介紹 到柬埔寨有一個非常需要我們幫忙 或者很棒的一個教會 那就是剛我們去的這個教會 去了我們發現宣教師是韓國人 過去那邊已經有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在那裡已經建立了六七間的教會 都有設立的 然後剛我們去的是金邊 就是首都的一個教會 是一個平民區裡面設的一個教會 所以有些孩子是無法上學 都從早上到晚上都在教會裡面生活 剛發現他們講中文嗎 有沒有發現 他們唱詩歌也是唱中文歌嗎 講中文 很好奇吧 又是韓國宣教師 又是柬埔寨的孩子 怎麼會講中文 我也是很好奇 我也問了他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這樣子 那個宣教師他六年前有一個感動 要叫孩子要叫中文 他覺得除了英文之外 將來中文是很重要的一種語言 他自己不會講中文 所以他網路上就學了一些的中文 然後YouTube上面 學了幾首中文歌 然後呢就叫了這些孩子唱中文歌 然後呢不斷的跟他們 給他們一個盼望說 總有一天一定有講中文的人 教會他們會過來我們 會來到我們這個柬埔寨我們的教會 他們不斷的這個盼望放在他們的心裡 然後讓他們不斷的祷告 經過了六年的時間之後 終於我們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所以他們覺得看到我們 歡呼啊高興啊 或者是一種他們的祷告被祝福 被應允那種喜樂 就在他們的眼前 然後看到我們就馬上唱一個中文歌 來歡迎我們 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們唱中文的很好 哇 然後特別他們 我們有拜訪了許多教會 每一間教會都有會唱一首歌叫做 Hineri 我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這首歌 對 這首歌都從小孩子開始唱 而且他們唱很有那個味道 那首歌一定要有味道的 耶和我的主啊 忘記了 這首歌很有那個 但是這小孩子來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們去短選隊 我們去的人全部都在當場要哭 太感動了 神的恩典太感動了 所以這個美好的短選的過程 在去年的 我們教會有一個目標 一個方向 我們每一年都要去國外短選 去年我去了四個國家 今年我目標是去六個國家 明年我打算去八個國家 然後暑假七月八月 教會不要有留在教會裡面 統統去國外做一個短選 都是年輕人 我們真的都是年輕人 上班族比較少都是國中 高中 高中生多 還有大學生是大部分 然後少數一些人是上班族還有婦女有一些 我們的經費其實滿不夠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從年初開始 年初開始要存一些的錢 打工來的錢 不要浪費 不要一直花在買好的手機 你要存一存 要一起參加這個短選 然後有時候我們有寫這種 我們上帝的恩典記錄下來 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種我們的尋照的一些的經費 我今天只有帶了四十本 只有四十個人有機會搶到這個恩典 要不要看你 神的恩典是要搶的 阿们 Hallelujah 可以大聲說阿们嗎 阿们 可以再大聲一點嗎 阿们 YES 好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分享神的話語 我們一起來打開 聖經 沒有 很好 就不用擔心 前面就有聖經 OK 旧月聖經的單一禮書第一章 從第一節開始讀到第八節 我們一同大聲來念 一二三 有道王 約亞金 在位第三年 巴比倫王 尼布加尼莎 來到耶路撒冷 將成圍困 主將有道王 約亞金 並神殿中 親民奉 招呼祂手 祂就把 從第一節開始讀到 就是年少沒有商貿軍媒 通達各樣學文 只是聰明具備 足至神али在庵路旅遊 曰祢 把你們將在 DO帶ег hoping 刺民 王派自己所用的善合 所以的酒 每日吃他們一份 讓他們三年 滿了三年 招開他們在王面前實力 他們中間有陪有大主的人 大尼里 哈纳尼亚 弥撒利 亚撒利亚 太监长给他们取名 称大尼里为菩提撒撒 称哈纳尼亚为撒得拉 称弥撒利为弥撒 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大尼里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赢的久 所以求 Amen 今天的题目叫做 Amen 先决定后行事 这是我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有些人觉得说 哪一个人是没有决定就马上做事情的 的确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没有先决定 然后直接做事情 今天我们分享 先决定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先决定 先决定 这件事情是在信仰生活里面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先决定 这段话语在圣经里面的说法是 立志 刚有没有读到的一段经文里面 第八节说 单一里却立志 圣经的说法是立志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决定 先决定 在信仰生活里面 要是你觉得我们上帝是全能的神 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神 我跟随上帝的里面 我要决定 我们当决定而在行事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走很直的 可以走对的方向 但是我们没有立志 没有先决定而行事的时候 往往你回头看 你的走路的样子是 骗走或者骗右 然后往往是走得不太直 不太正 没有决定的说 常常因为我们是情绪行事的 今天觉得很开心 所以你做了很多好的事 今天我就不开心 你可能就不要做这件事 不要那样子 不是按照你的决定而行事 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事 而是往往我们是自己的情绪来行事 所以基督徒先决定 先立志再来行事的时候 你的立志是对的话 你的行为都是上帝所喜悦的 单一里 我们知道单一里 他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优秀的人 上帝重用的一个上帝的仆人 单一里的特色 或者单一里的一个中性的单词来说的话 那就是一个立志 立志可以让单一里成为一个单一里的人 单一里能够成为圣经里面的单一里 关键就是一个立志这件事情 我们去年有四个国家 有参加一个短线 有78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是全部参加到四个国家的短线 有一个人是参加到三个国家 还有一些人是参加到两个国家的短线 我觉得能够参加到四个国家的短线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钱 还有时间 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信心 到底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参加 我心里觉得说 我们这会大概知道 我们经济状况各个样子我都知道 所以觉得说这个人一定会参加到 这个人一定会参加 可是完全不是这样子 后来我又学到一件事 谁参加到这个短线的 就是有现立志的人 现决定的人 因为年初的时候 我已经跟教会有共布 年初的时候我们今年的暑假 有这个那个有计划 请大家开始预备 有两种反应 我就问我就不断的不许 然后今天一定要去啊 一定要去啊 都有两种反应 我就跟他说 今天一定要去短线 他说是 好 不是 我去 他就决定 到七月八月还有隔六个月的时间 他开始预备 那另外一种人的反应是 现在还不知道 到时候再看看 后来现场答应 我去的人都去得成 几乎全部都是去得成 可是 现在我不知道 可能有事情 可能有怎么样 可能到时候看看 说到时候再看看的人 几乎 遇到很多的问题 有些人客服 有些人是可能遇到问题 他没有办法去 其实 决定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谁能去 就是现决定的人 那他有没有问题 有 有没有事情发生 有发生 可是他有能力可以克服这件事情 可是你 到时候看看 你说到时候看看的时候 谁在听 上帝听 撒旦魔鬼也有听 撒旦魔鬼听了之后 你说到时候再看看 这句话就是吸引撒旦魔鬼来攻击你的 我确定我一定去 撒旦魔鬼听了 好了 这没用了 很累了 干嘛 我还有时间 我还有时间该弄那些再考虑看看的人 我就是很有效率 各位 其实在信仰的道路上决定 立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单一里 从为圣经里面的单一里 他的关键那就是一个决定立志的事情 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在上帝面前决定 我今天绝对不会发脾气 这人会不会发脾气 yes 不会 试试看 各位试试看 因为可能没有试过 也有可能发脾气 可是通常是不会的 因为你早上起床 我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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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发脾气 但会不会遇到发脾气的事情 会 但是不会发脾气 因为早上已经有下决心了 可是没有下决定的人 没有立志的人发生了这件事 好开心 遇到发脾气的事情 就马上作用 发脾气 原因是什么 因为没有立志 因为没有决定要怎么样 所以遇到的事情 你就是这样子 决定是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主日聚会谁来参加 决定的人参加 今天早上你来 因为你已经想好 你已经想好 另外一个说 你已经决定好 你已经立志 今天早上要去聚会 所以你有来 要是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 有可能来 但是有可能朋友找你的时候 有可能客户找你的时候 你可能是为了处理那件事情 没有办法来 可是你已经决定 我主日去聚会的时候 朋友找你 你跟朋友说 我中午过后再跟你出去 客户找你的 我大概可能两天以后 我可不可以 你可以有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你可以来得了 你可以参加到这个聚会 决定是这么的重要一件事情 你的人生要走哪里 你可以决定的 你可以立志的 然后你可以走 立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负面的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但是刚刚都是正面的 负面的例子 各位骑摩托车吗 大家台湾的 很多人台湾的 都喜欢奥托车 或者开车 你为什么要传红灯 通常是这样子 我有想过很久 为什么要传红灯 是因为你已经有决定 我要赶快进过 你已经想好 你已经决定我要赶快进过 所以突然间他换了黄灯换了绿灯 因为你已经决定我要赶快过去 所以你就过去了 这是一个决定的力量 虽然是坏一件事情 不是什么好事情 可是一系一样 各位你今天试试看 你出发今天出门之前 我今天绝对不会传红灯 你就是不会传红灯 到底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决定 这件事情还没面对之前 你已经决定 我今天绝对不会传红灯 那你每次红灯的时候 我就会慢慢起 然后等绿灯换了黄灯的时候 你就是很优雅的停下来在那里 别人就是穿过去我就不理他 不管他 我就停在那里 我已经决定 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决定 我要赶快过去 赶快过去 拜托不要不要 还是已经换了 换了黄灯 你还是 可能你就很快见主面 要小心一点 不要有这种决定 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正面的一个决定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各位现在可以你决定下个礼拜天 下个主日我要来参加 你试试看现在决定 你下个礼拜天一定会来得了 阿们 我决定 我有一个决定 我每一个礼拜天 这一生我每一个礼拜天 礼拜天是完全是风险给上帝 我绝对礼拜天乱用 不会为我自己所用 我是礼拜天给上帝的 这是我的决定 不是下个礼拜天而立啊 每个礼拜天我已经决定给上帝了 牧师 你当然是牧师啊 牧师当然是这样子 没有错 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当牧师之后才决 我还没有当牧师之前 我是这么决定的 后来成为一个牧师 耶 你要当牧师吗 你要想成为牧师吗 简单啦 你可以决定 每个礼拜天要去教会 你不知不觉 你变成已经是一个牧师传达人了 我差两年就五十 我神今年四十九岁 四十九岁 这个四十九岁 我记得只有两次没有到聚会 四十九年 我记得两次没有到聚会 礼拜天聚会 我四十九年里面全部 礼拜天都在教会里面 耶 噢噢噢 不用拍手了 就是感谢上帝 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就变成神重用的牧师 还有到台湾来做一个宣扫 决定是 你下决定 立志是会让你的人生变不一样的 那回到这个圣经 在单一礼书里面有发生了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先看单一礼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 第二节来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主将 有大王约亚紧 并神殿中欺民的几份 教夫他手 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 现在以色列跟巴比伦打仗 有大跟巴比伦打仗 结果呢 以色列人是尸封全能的上帝的百姓 他们信仰里面上帝是最伟大的 别国家所 外邦人所拜的神是偶像的 是假的 当时的国家之间的打仗 不是我跟你的打仗 是我的神跟你的神打仗 到底我的神厉害 还是你的神是厉害 还是我的神是真神 还是你的神是真神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他们当时的打仗的意义 所以每一次打仗的时候 以耶和华德明去打 或者他也越贵出去打 他们也是想的时候 圣殿的一些的欺民一些的东西 拿过去摆在他们庙的 他们的神的旁边 意思说我们的神是老大 你们的神是老二 这个意思就是神跟神之间的打仗 可是在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 上帝不会赎给外邦的神吧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以色列 我们同程就是以色列好了 因为被以色列难游 但我们现在不用讲 以色列这个国家败给巴比伦 那意思说巴比伦的偶像 比我们所侍奉的耶和华还要大 是这个意思 这个世代里面非常的混乱 这个信仰里面就是很混乱的一个状态 我以为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 全能的神 但是怎么会有败给巴比伦的这个神呢 这种很混乱的时候 但是我们透过圣经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允许的 不是上帝真正没有力量 而是败给这个偶像 这是上帝有能力 我让这件事情发生 看主讲有大王约压紧病神 殿宗器皿的几份交付他的手 是耶和华自己交出来的 不是因为巴比伦后 巴比伦的神厉害厉害 就抢了以色列的意思 就是上帝是让这件事情发生 但是以色列的百姓 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透过圣经 哦 原来这都是上帝在掌权 可是当世的人怎么知道 当世人看不到这一段经文 所以觉得上帝就数了 是很混乱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信仰里面 往往有出一个很混乱 到底我买教会信耶稣对不对 耶稣到底活不活在 耶稣是不是爱我 耶稣是不是真的存在 你各种可能有混乱的状态 怎么样子克服这些的混乱 就是要立志 就是要决定 但在这样子的混乱的这个状况的里面 他立志跟随耶和华 永远要跟随耶和华 我要立志 要做神所喜悦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 当下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 我完全不了解 怎么可能 耶和华 属给巴比伦的这个神 这种事情 我也不能理解 不管我能不能理解 我就是决定 我决定我就是跟随耶稣 我就跟随耶和华 然后就他就是跟随耶和华 各位 信仰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 能理解或了解 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各位 遇到的各种各样子的事情 你能够理解吗 能够接受吗 往往我们也无法接受 我无法明白 上帝啊 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是单一里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能够克服的原因是 他立志 决定 下决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可以继续往前走 所以对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立志 决定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 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一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之后 他的时间 他的生命就变完全的不一样 决定会发生什么事 决定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结论 今天大家有可能看到周报的时候 我已经写出来了很多个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 决定带来的祝福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单一里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一下单一里第一章第九节 来了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神使单一里在太监长 眼前蒙恩惠受联名 单一里认不认识太监长 不认识 怎么可能认识 完全不认识 太监长 为什么对单一里这么好 不知道 太监长对单一里很好 圣经里面这样记载 神使 神使单一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联名 你下决定的时候 有神的恩惠 神的祝福 会领到你的身上 但一里下决定 但一里下决定立志之后 有上帝 有上帝的祝福 有上帝的恩惠 也到我们身上帝 我们不是有常常唱恩典恩惠 我们常常用到这个单诗吗 在新月圣经里面有提到恩典恩惠 但这个单诗 到了旧月 在旧月的时候 常常用到福蒙福祝福 蒙福祝福 这个福到了新月圣经的时候 就写成恩惠恩典 它的意思就是99%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神的百姓 我们所有人类 最需要的是上帝的祝福 阿们 大神说阿们 说大神一点会健康 对身体有益 健康有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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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祝福 上帝的祝福 神的恩典 神的恩惠 什么叫做祝福 我们先在这里稍微再查一下 福 这个从神来的福 我们想到祝福的时候 可能我们观念上面 金钱上面的一个上帝的恩待 但是上帝的祝福 不仅是 不只是这些金钱上面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的这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 创世纪 也来了 一二三 耶和华 对亚布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救助你的 我必救助他 地上的万主 都要赢你得福 Amen 在这里很明明的说 上帝是祝福亚布兰罕的 这个福 亚布兰罕所得到的福 是从上帝而来的 Amen 上帝是愿意祝福我们的神 亚布兰罕能够记在圣经里面 他是一个后来财产 后来他的子孙 后来他的名声 他的健康 他的家庭 都是完美的 这个叫做祝福 而是圣经里面说 我赐福他 上帝说我赐福他 我祝福他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很需要一个祝福 在另外一段经文 亚布兰罕主要为自己的儿子 选媳妇的时候 上帝说我赐福于你 我祝福他 看一下 在二十四章十二节 创世纪 来了 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 耶和华我主人 亚布兰罕的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 亚布兰罕 慎致良母 这跟韩国诵不一样 慎妮良母 慎母良妻 羡慕两气 羡慕两母 意思一样 羡慕两气 结果上帝说 祝福他 遇到一个 上帝所预备的羡慕两气的 一个媳妇 各位这里有看到很多 已经年长者 要为你的女婿 为你的媳妇来祷告 求上帝祝福 求上帝祝福 让我的儿子 让我的女儿 顺利的遇到 一个好的另外一半 这是上帝的祝福 他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另外一半 是上帝的祝福 上帝祝福他 需不需要这种祝福 需要还这么客气 需要 需不需要 不必客气 对上帝不要客气 需不需要 需要 Amen 你自己努力要找 没有保证你可以找得到 你透过中阶 也更不行 透过上帝 Amen 再来另外一个祝福 在创世纪 在创世纪26章12节 26章12节 OK来了 请 以撒在那地更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Amen 关键有吗 耶和华赐福给他 发生什么事 那一年有 那一年有 一百倍的收成 一百倍的收成 百倍的根据是什么 当地要有一个一 有一才可以有百 一是什么 当地人的平均收入 为一 以撒 收入是一百 然后这个一百 是来自于上帝 财产的增加 财富 上帝的丰富 上帝 这些都是圣经里面 说的一个祝福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祝福 32章 创世纪32章 24节到29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着 以示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在这里得到祝福 Amen 那雅各说得到祝福是什么 现在雅各面对 要面临 哥哥要杀了他 因为曾经 弟弟骗了哥哥 骗了哥哥 逃跑了 现在是回家 要面对哥哥 可是哥哥 已经都好几十年了 都还在气 而不是气而已 真的就这样 这次要杀了弟弟 带了三百个人 摸到 很可怕 拿一把刀 就是 很恐怖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雅各跟上帝打告 上帝啊 祝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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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晚上 就跟上帝打告 迫切的打告 拼命的打告 上帝就祝福他 于是在那里 给雅各祝福 祝福 第二天发生什么事 哇 得到了这个祝福之后 就奇妙的事情发生 第二天早上 就去了 可以勇敢面对哥哥 结果 结果哥哥就变了人 他突然间流着眼泪 流着鼻水 流着口水 来拥抱弟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不是前一天 就要杀了我吗 今天怎么突然变成 你这么的疼爱我 这么的 这么的喜欢我 真的 真的要好的兄弟的关系 怎么都回复了 这种事情怎么发生 就是圣经里面说的祝福 人际关系的回复 也是求上帝祝福 上帝啊 祝福我 祝福我 我无法跟他 我用解释 我用口气 或者我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没有办法跟他和好 但是我希望跟他和好 跟上帝祷告 上帝祝福你 像雅各一样 整个晚上 不知道上帝 我真的不知道 我哥哥这样子对的 我没有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办 整个晚上 打个打个打个打 就上帝祝福他了 其实上帝祝福你 你今天遇到的问题 都可以得到解决 Amen Amen 回到这个经文 在单一里书第一章第九节 第一章第九节 神使单一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会受怜悯 Yes 现在太监长对单一里 态度变了 态度变了 为什么变呢 上帝的作为 Amen 上帝的祝福 雅各的哥哥 他的态度变了 为什么 上帝的祝福 上帝祝福雅各 他的哥哥态度变了 现在太监长态度变了 为什么 上帝祝福单一里 单一里立之 决定 上帝听了单一里的祷告 上帝看见了单一里的决定 祝福他 结果 身旁的太监长 他态度变了 各位 你身旁的人对你态度变了 对你很好 是上帝祝福你的 你身旁有很多朋友群 这些朋友群对你很好 就是上帝的祝福 Amen 要大声一点 在你旁边的人开心 Amen 你身旁的人对你很好 这是上帝祝福 Amen 你不说Amen的话 你主可能 他对你不好的意思 你不要让旁边的人 误会你 Amen 感谢主 我认识五谷礼拜堂 王牧师 还有师母 还有崔刚 崔刚牧师 还有师母 我觉得这是上帝的祝福 我身旁有这么好的童工 我在五谷车门里面 认识了很多牧者 这些都是上帝给我的祝福 我身边很多美好的童工 很优秀的童工 长相都不怎么医治 都不同 不要误会 长相都不怎么医治 都不怎么双胞胎 都是不一样 可是 都是很棒的童工群 在我身旁 我觉得上帝的祝福 Amen 现在太健长 对丹一礼 态度变 上帝祝福丹一礼 为什么要祝福丹一礼 丹一礼 礼之 礼之 决定 决定 上帝喜悦丹一礼的礼之 我要 我虽然活在这外邦的世界里面 但是 我不要误会我的生命 我不要过不生结的生活 我要过生结的生活 我要过神所喜悦的生活 一个礼之 这件事情上帝喜悦 上帝就祝福他 礼之带来的第一个祝福 或有人帮助 或有人帮助你 莫名的他突然间 对你特别好 这是上帝的祝福 你不要一直去 拜托拜托拜托人 怎么样对你好 No 你在上帝面前立志 那个人 你身旁的人 对你变好 Amen 你要花钱 咖啡 星巴克 或怎么样 他不一定对你好 你对上帝立志 上帝祝福你 神旁的改变 Hallelujah 有立志 跟没有立志 人生主不一样 有立志 那个开始 你的时间 你的人生 是进入 经历上帝的一个时间 没有立志 没有决定 你的生命 就跟过去一样 不会有任何 一个美好事情 都会发生 你从立志的那一个开始 你的态度变不一样 你的生命变不一样 假设说 这里 很多军男美女 你穿着随便的时候 你可以走路 可以随便的 你做的 做一致的 其实也是随便的 其实你可以 各种各样的动作 都是很随便的 可是 你穿了西装 穿了迷女裙之后 你的走路 样子就变不一样 你做的 只是变不一样 你对人家 讲话态度 又变不一样 这是一个立志而已 你下决定 立志之后 你的人生 也一样会变不一样 这是一个信仰 里面非常重要的 第二件事情 是什么 立志带来的 现决定 会带来的 第二个祝福是什么 勇气 勇气 Yes 我们看一下 单一里第一章 十二节跟十三节 十二节跟十三节 好 我们一起来 请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 给我们蔬菜吃 白水喝 然后看看 我们的面貌 很旺 就照你所看 Amen 现在当一里 对太监长 敢说话 当一里 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从 别国家被 抓来的 普鲁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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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雏 太监长 是高高位的长官 他说什么话 你们就是乖乖的 是 还敢抬头呢 还说跟他讲话呢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现在 单一里还 不单抬头不单开口说 还要谈个条件 很大的勇气 Amen 很大的勇气 求你试试仆人们试天 这到底什么意思 他现在敢说 很勇敢的跟太监长说 试试看 给我试天 哇 这种信心从哪里来 就是理智 你在神的面前 下决定之后 你的人生变不一样 就是你有勇敢 变得很勇敢的人 Amen 各位 你在神的面前 要下决定 一件事情 下决定 你下决定了之后 你会讲话的 你会勇敢的 有提出来的 会勇敢的 会辩论自己的 因为你有立志 这件事情 前几天 在网络上有看到 很红的一个影片 有可能大家有看到 在意大利里面 还是法国 小男孩 就是有少女孩 上一次小男孩 就两大 这个小女孩 小孩子就不敢打 不打 他问 你为什么不打 为什么不打 很多的理由 耶稣不喜悦 这样不对 有一个孩子是 因为我是 Gentleman 你有一个 下决定 有立志之后 你有回答的力量 你有讲话的 那个勇气 下决定了之后 我已经决定了 所以我不做这件事情 I am a gentleman 这是一个决定的之后 你变成很勇敢 你没有勇气 我祝福你 你先决定一件事情 你会变勇敢的 怎么样 很简单 举个例子 可能这个之后 有邀请一个 很有名的讲员 他实在太有名了 你想跟他握个手 请他签个名 但是不敢吗 不好意思吗 他有可能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在座的当下 向你决定 我一定要跟他握个手 我一定要要他的名片 我一定要请他签个名 下了决定之后 你有勇气 聚会结束了 你以后就马上冲过去 你下决定 没有下决定之后 因为人群很多 或者是他不可能看到我 怎么样 害羞 你就不敢 决定立志的力量 是给你勇气的 Amen 今天看到弟兄们带敬拜 很美 那个声音很享受 对吧 Amen 其实弟兄们在教会服侍 不容易的 教会的大部分都是姐妹来服侍 对吧 弟兄们都在教会里 你觉得干嘛很丢脸 就是男生的一个想法里面 有一点 在教会做这个服侍 那个服侍有一点 不是男生该做的事情的感觉 还有有些人是个性害羞 有些人是各种各样子的缘故 在教会里面 行起弟兄们的服侍是不容易的 而且很多弟兄们是 其实心里面要 我也想要站在前面来服侍 可是男生就是不会讲话 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 心里是要 可是实际上他就是不敢 我一个告诉大家的秘诀 你现在下决定 现在下决定 我要服侍主 你决定了之后 之前就不敢说的 害羞的 那个彤彤会离开 彤彤就一瞬间就离开 你可以勇敢的说出来 你会勇敢的说出去 我要 就像单一里说 求你试试仆人们试天 单一里不是一开始就勇敢的人 立志下决定 这勇气是从上帝而来 他就敢跟太监讲说 万一这十天过得不好呢 他可能就要很难保住他的性命 连性命都保不住 可是他就变得勇敢 祝福大家 要成为一个立志的人 要先决定的人 Amen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 单一里说第一章十七节 来了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这四个少年人 神在各样文字学问 想吃给他们聪明知识 但一里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造 Amen 上帝是全能的神 Amen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 Amen Amen 现在发生什么事 这段经文里面发生什么事 各位 假设你家里有两个孩子 家里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生活都没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你为什么不去 因为今天不舒服 你今天为什么 我怎么怎么样 我们完全不了解 他的生活模式到底根据在哪里 根本没有什么根据 开心 高兴 不高兴 睡一整天 都爸妈很担心 很不安这个孩子 就另外一个孩子 他很有计划 很有决定 他有更长想法 爸爸 我今天决定 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我今天决定 我一定要去图书馆 看十个小时 我怎么怎么样 他很有一个计划 他很有决定 然后他终于一天 爸爸 我决定了 爸爸看了觉得 他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的 他的能力不够 应付他所决定的事情 但是爸爸有能力 爸爸有能力的时候 这个能力要给这个孩子 还是要给这个孩子 给了这个孩子 可能怕这个孩子弄坏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一个计划 或者是好运用时间 金钱的一个孩子 就是另外一个孩子 他很有智慧 他很有一个规划 很有决定的 在一个代理 在上帝面前 还有他的朋友们 在上帝面前立志 这个时候 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孩子 总共有多少 不知道 会不会一个 当然不会有 他有他的朋友 会不会五个 不止吧 很多吧 一大堆的人 从 有大被掳到巴比伦去 有什么差别 丹伊犁跟他的朋友 尤其是丹伊犁 立志 他的聪明 朋友的聪明 还有这个 一梦的 这个恩赐 什么时候领到丹伊犁身上 立志之后 所以立志这件事情 得神的喜悦 上帝把他的 属于他的恩赐 就给了丹伊犁 丹伊犁立志之后 他的生命便不一样 那跟丹伊犁 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 就看着能过一天 就算一天 就叫你做什么事情 就做什么 叫你走 这类的 他没有自己的信仰里面 立志要走上帝的路 但这个丹伊犁 他这个环境里面 他立志 上帝喜悦他 上帝的能力就放在他身上 他就变有智慧 学问 加上聪明知识 这边的聪明知识是 圣经里面说 他不是学而来的 是上帝给他的 我们需要一个智慧 Amen 我们需要智慧 Amen 这个智慧是从上帝而来的 Amen OK 那下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领导人 我们看单一里第一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 请 王与他们谈论 所以留他们在往面前施力 往拷问他们一切事 就见他们只会聪明 以同国的书士 和用法术的生活十倍 Amen 成为领导人 领导人是什么 领导人是决定的人 是领导人 领导人的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是决定 这两条路当中要走哪一条路 领导人是决定的时候 要赶快决定 而且要准确的一个决定 那才是一个领导人 现在单一里 他的生命 他的专长是什么 每一天起来 他做的是理智 理智 决定 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之前我已经决定方向 我今天 我什么样子的人生 早上的时候已经决定了 今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你已经决定好 我今天一定会过什么样子的日子 那是单一里 那是我们 决定 那是个领导人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所以单一里自然而然 成为一个领导人 加上上帝的智慧 各位 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家庭 我们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国家里面 各位 你要成为一个领导人 领导人的关键是个决定 而且是一个准确的决定 我们现在开始每一天 你要决定 每一天你要选择 每一天早上 你要立志 今天要过什么样子的日子 或者你要决定 你的人生 将来的人生 往后的日子 要过什么样子的日子 决定 会成为一个领导人 OK 最后第五个是什么呢 Yes 成为立志的关键人物 在单一里第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这一段经文一起来 请 到古列王 元年 单一里还在 单一里还在 各位请 再思考 这一段话语 为什么记载圣经里面 单一里还在 关键 请大家多思考 单一里还在 单一里十七岁的时候 就被掳到阿比伦 现在 在这个时候 已经换了四个王朝 四个王朝 每个王朝换的时候 通常 他底下的 高官 都会 顺利的话 可能就乡下 乡下 不太顺利的话 你可能 已经在 建筑面 你 通常 换王朝的时候 他底下的 所有的高官 全部都是 宰 宰 换王朝 不是一件好事情 通常 爸爸接儿子 还好 但是 这个四个 换了四代的 王朝的时候 没有那么顺 所以 这句话 就写在这里 到古列王元年 单一里 还在 他的意义在这里 单一里还在 那些国王的 有权柄的 有钱的 有力量的人 都以为自己是掌权的 自己是有厉害的 可是他们统统过去 统统过去 最后还在的是单一里 单一里还在 Amen 各位 你以为你是国王 所以你下命令 你可以杀了这个人 这样子的四个国王 已经都换了换过 全部都不在 这个世了 单一里还在 各位 你在神的面前 立志 决定 得神的喜悦 上帝 上帝保护你 上帝与你同在 这个世界 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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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决定你的生命 废话 上帝在决定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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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基督徒 像个基督徒嘛 成为历史当中的 关键的人物 单一里 他一生里面 被神使用 但是关键的一件事情 他的生命的大转变的 关键的一件事情 立志 17 17 那一年 被巴比伦去的那一年 上帝面前立志 立志这个事情之后 把他的人生划一条线 立志之前 跟立志之后 就不一样 有神的恩典 身旁有许多的好的人 帮助他 上帝的恩典 上帝不断的把他的地位 高高 最后 虽然这个世上的 有权的人 全部都离开了 但一里还在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一个结论的一个证明 道骨列王元年 但一里还在 这是上帝所下的一个结论 Amen Amen 耶 好漂亮的一段经文 Amen 好兴奋的一段经文 Amen 没有下决定 我们即便是基督徒 你的生命跟过去 现在 或者未来 可能就是这样子 可能你还是一样 穿红灯 还是一样发脾气 还是一样 每次上帝 祝福好开心 发生什么 哭哭闹呢 没有下决定 立志的话 可能是这样 可是 像单一里一样 下决定 立志 之后 他的生命便不一样 各位弟兄 你现在开始 不要看我已经年纪这么大 然后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可爱的孩子 Amen 上帝是活在永在的神 上帝是 我们都在上帝面前 都是一个小孩子而已 在这个时刻 你可以下决定 立志 从小事情没有关系 小小的事情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立志 你生命会进入 进入上帝的一个生活 上帝会开始 紧紧的保护你 祝福 谢谢大家 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子的 先决定 后 行事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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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重要 多重要 Yes 先决定 还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之前 你先决定 人生 这是上帝喜悦的 这是上帝喜悦的 上帝喜悦的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打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在这美好的早晨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 来荣耀你的 我们看到 但一里 在神面前 立志 决定 是的主啊 今天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也有 下一个决定 我们也有 立志 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在你的面前 下决心的时候 当下了一个立志的时候 主啊 求你 吹听 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面前 下了一个决定 决定他们的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 神所悉悦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能成为 见证上帝荣耀的生命 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 奉耶稣的名 大告 阿们 我们拍手 感谢我们的生命 好 弟兄姐妹 真的很感恩 我相信呢 有两个字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一定不会忘记 就是什么 立志决定 对不对 好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同生来祷告 我们同生 跟神说 神啊 是的 从今以后 我愿意先决定 先立志后行事 我们同生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是的 赞美你 主啊 是的 给我们 提醒我们 主啊 真的 我们要立定心志 主啊 是的 我们在每一天的里面 不要再模模糊糊 主啊 模拟两可的过日子 主啊 我们愿意立定心志 哦 主啊 是的 主耶稣 你是赐福 那立定心志的人 主啊 你是与那立定心志的人 同在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把今天的信息 牢牢的记在心里 常常提醒自己 要立定心志 主啊 谢谢你 谢谢耶稣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领受 上帝的祝福 愿上帝 天父的慈爱 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还有圣灵的感动 每时每刻 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